近日,宁夏淫川,今年7月26日凌晨零时许,18岁女子小丽,化名,酒后搭乘一辆网约车,回家途中监控拍到网约车司机唐某对小丽实施性侵。 在朋友的劝说下,小丽报警。 8月2日,警方告知小丽在机体内并未检出唐某的电类。 小丽向警方提供了事发当日穿的那条长裙,但在长裙检测尚未有结果的情况下, 8月9日,小丽接到赫兰县人民检察院负责该案的检察官通知称,对唐某作出不予批捕的决定。 嫌疑人取保候审两天后,8月11日,警方在小丽的长裙上检测出人精斑,检出混合基因形,包含了唐某、小丽的DNA分析。 24日,记者从小丽处获悉,后经警方补充侦查,目前,唐某因涉嫌强制猥亵妾妇女罪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。 小丽表示,她终于看到了正义,也对警方的工作表示满意。